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9年1月28日 龙东时节的西藏日喀泽寒冷刺骨 当晚第十世班禅喇嘛 在他的住西地扎什伦布寺突然远近 终年51岁 他是西藏第二大精神领袖 也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十世班禅喇嘛之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谁将成为他的转世灵童 两个年龄相仿的藏族男孩被卷入其中 一个由中国政府选定 另一个由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选定 这场风波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孩童的命运 也让六百多万藏人的前路更加扑朔迷离 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古老文明 人 宗教 文化中都有人相信生命并非只有一次 世间所有友情之物不会轻易死去 而是会与另一种形式回到世间 如此生生世世轮回往复 在印度 在西藏 以前有这个传统 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在宗教范围也是非常非常有天才的 有时候他们就说 他肯定是转世的 公元十三世纪 藏传佛教 嘎玛嘎举教派 首先创立了转世制度 到第十三个世纪 一个教派是正式认识一个喇嘛 是转世喇嘛 他们就开始用这个喇嘛转世的方法 阻止这个教派的形成 这是新的 这是以前他们没有了 而且不久差不多所有的教派 就开始用这个方法 公元十四世纪 藏传佛教大师宗嘎巴 创立格鲁派 他的最后一位弟子 根敦诸巴是格鲁派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之一 也是扎实伦布寺的最早修建者 他被后人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 意思是智慧的海洋 三百多年后的1622年 拉萨浙磅磅寺迎来了第五世达赖喇嘛 六岁的罗桑加措 师从格鲁派高僧 罗桑确即奸赞 为了感谢经师的教育之恩 罗桑加措将班禅喇嘛的名号 送与这位高僧 意思是博学的大师 第五世达赖喇嘛 就把他的尚识 他的喇嘛 当作赖喻喇嘛 而且他承认了这位喇嘛的前三辈 还是为赖喻喇嘛 所以事实上 头一辈带了这个名称 班禅喇嘛 是第四辈班禅喇嘛 在藏传佛教的信仰中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是最重要的两位精神领袖 前者被奉为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后者被看作 阿弥陀佛的化身 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 有的人说 这是老师和弟子的关系 但是事实上在政治方面 达赖喇嘛的地位高 达赖喇嘛是第一 一世一世的转世喇嘛 引领着青藏高原上 一代一代的藏人 保留下他们特有的宗教 文化和生活方式 斗转星移又是三百多年 到了公元1949年10月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已经在拉萨前行修行 年少的第十世班禅喇嘛 正在青海等候达赖喇嘛的认证 此时雪域佛国外 却已经是另外一番天地 公元1989年1月30日 第十世班禅喇嘛 元祭三天以后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李鹏 发出国务院关于班禅大师 智桑和转世问题的决定 决定包括为十世班禅喇嘛 修建灵塔 举行宗教悼念活动 寻认认定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 据悉提出这些建议的是 阿佩阿望静美 他是在中国共产党 治下官职最高的藏人之一 也是一位极富争议的人物 阿佩阿望静美 1910年生于拉萨 曾任前西藏嘎夏政府嘎伦 1950年10月 解放军开赴西藏途中 与藏军在昌都 展开了一场十余天的军事冲突 史称昌都战役 身为昌都总管的阿佩阿望静美 自任寡不敌众 下令藏军缴械投降 1951年 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 赴北京签署17条协议 中国政府宣布西藏和平解放 在那之后 阿佩阿望静美一路平步青云 不仅在历次政治斗争中 安然无恙 80年代 更位居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不过显为人知的是 在决定班禅喇嘛人选的问题上 阿佩阿望静美并没有顺从北京 西藏历史学家四人夏家 在《龙在血狱》一书中这样记载 1951年 在北京签署17条协议期间 中央政府要求商讨实施班禅喇嘛人选问题 阿佩阿望静美拒绝了 他态度严正地说 这是西藏内部事物 只有达赖喇嘛和嘎夏政府有权决定 阿佩阿望静美在这些年里面 一直扮演着一个角色 就是这两边的沟通 不管他这个角色是不是成功 但是他一直在努力这么做 寻找转世灵童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转世这件事情在1958年以后 就是所谓宗教制度改革运动之后 就被取缔了 1958年8月19日 新华社内部参考发文 青海省宗教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一 是逐步废除活佛转生制度 那个时候是叫做大跃经 大跃经里头的就是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基本上把寺庙都关了 然后就是把寺庙里头的高僧大德都逮捕 然后这些僧人都逼迫地去还俗 穿衣服去下地 种地 或者是当工厂里头去当工人等等 阿加洛桑图旦 1950年 出生于今天中国青海省大草原 父母是青藏高原的牧民 两岁时 由石氏班禅喇嘛认定为青海塔尔斯 住持阿加仁波切的转世灵童 迎请到塔尔斯继承法座 1958年 年仅八岁的阿加仁波切 经历了塔尔斯的巨变 亲眼目睹了 跨着机关枪的解放军 进驻寺院 批斗 抓捕僧人 他自己也被迫脱下袈裟 换上毛式制服 戴上红领巾 我们的那个袈裟 拆成一片一片 然后呢就染成黑色 或者是染成深蓝色 然后呢就做成织服 就穿 我当时的那些穿的那些制服 都是我们袈裟 这个染了的那种 从那以后 对我的生活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同时我也在 这个往后的这些年代里头 看到这个宗教如何受到冲击 寺庙如何受到这个破坏等等 都亲眼看了不少 中国共产党早在建政之初 便清楚地认识到 西藏宗教上层人士 在丧人中 拥有巨大威望和影响力 必须争取到他们的支持 1954年 19岁的达赖喇嘛 和16岁的班产喇嘛 霍邀 辅京 出席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分别当选 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 和常委会委员 那次行程中 他们收到了高规格的款待 但是在表面的友善背后 年轻的达赖喇嘛 却窥见中国最高领导人 对宗教的真实态度 1955年春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 毛泽东私下会晤了他 并亲口对他说 宗教是一种毒药 达赖喇嘛在回忆录 《流亡中的自在》中写道 我觉得满脸火辣辣的 忽然非常害怕 心想 啊 原来你是个毁灭佛法的人 几年后 噩梦果然降临 1956年 中共开始在藏区 推行以民主改革为名的 土改合作化 人民公社运动 这些在内地 给中国人民带来 深重灾难的运动 也让藏区生命涂炭 到了1958年 改革开始蔓延到宗教领域 1958年 首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 李维汉 在一次秘密会议中说 对于宗教 要看到 它是会逐步削弱 以致消灭的 并且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 使它削弱得快一点 1958年7月通过的 关于改革宗教制度的决议 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要彻底改造宗教人员 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 藏传佛教的组织化的系统非常严密 这一点 中共是从来就不喜欢的 它不摧毁 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这种社会组织 它无法在那个地方立足 它就无法控制到集成 所以它必须会这么做 1959年 从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 石氏班禅喇嘛 越发成为中国政府已重的统战对象 几度获邀前往北京 就在它与最高领导人会面之际 中共的轰炸机正掠过它的家园 1961年末至1962年初 石氏班禅喇嘛 在西藏 青海 四川藏区 进行了半年的考察 眼前的景象令它大尾震动 所到之处满目疮痍 民不聊生 一切再不是它心中故乡的模样 回到日喀则 它奋笔疾出 花了五个月的时间 写就一份报告成交国务院 全文七万多字 人称七万言书 这份报告 对中共十几年来的智藏政策 提出严厉批评 毛泽东看后大为光火 称这是一支毒箭 石氏班禅喇嘛从此被软禁 文革期间又几次被揪斗 在铁窗背后 挨过了近十年的漫长岁月 到197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时 藏区六千四百多座寺院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被毁 数十万藏人死于炮货 饥荒监禁迫害 1977年 石氏班禅喇嘛获释 她没能返回西藏自己的寺院 而是被规定必须住在北京 她同一位汉族女子结了婚 恢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 再次成为一颗政治明星 不过她并没有完全停止对当局的批评 她在世间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时说 由于你们在西藏解放时期的努力 使西藏有长足的进步 西藏人民不会忘怀 然而你们也在西藏确实犯了很多错误 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 80年代 中国共产党对治藏政策进行了一定的反思 1980年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了西藏 由胡耀邦主导召开了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实际上是对从1950年中共进藏之后 到1980年那段时间 西藏所发生的一切进行了一个纠篇 达赖喇嘛的二哥流亡印度的加勒顿珠 在自传《嘎伦堡的面条商人》中回忆说 班禅喇嘛原季后 邓小平希望达赖喇嘛本人来北京主持悼念仪式 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普初 带来一封亲笔信 请他转交达赖喇嘛 可是 达赖政府以准备时间不足为由拒绝了 真实原因是他们担心达赖喇嘛被北京劫持 加勒顿珠说 他认为邓小平的邀请是真诚的 他对这次错失的机会感到失望 2015年底 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对美国之音说 当时他本人也提出了几项要求 中方拒绝了 已故班禅喇嘛原籍后不久 我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 想派一个代表团 一个宗教代表团 去为他做一些宗教仪式 这是我们的传统 中国政府拒绝了 所以这件事没能够实现 过了一段时间呢 我又联系他们说 想就寻访转世事宜 派一个代表团 这件事也没有能够实现 1989年 时事班禅喇嘛原籍后不久 中国又发生了一连串事件 三月西藏接连 爆发示威拉萨戒严 4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 引发天安门事件 6月4日凌晨 这场运动以血型镇压 画上了句号 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当选 六四事件导致 中共党内的改革派 可以说是全境覆没 赵紫阳被软禁 然后江泽民上台 六四之后 中共政策急剧地向左转 至少在政治上向左转 这是一个工人的事实 那个时候西藏戒严了一年 基本上中国的大的这个格局 大的形势的变化 大致上尘埃落定 江泽民巩固了权力 这个时候他腾出手来 处理西藏的问题了 1991年4月6日 石氏班辰大师转世巡访小组 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巡访工作会议 这个小组大概有个 四五十个人吧 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党的这个干部部分 一个是呢 就是所谓的藏区的高僧大德 藏区的这些比较大的仁波切啊 还有有名望的人啊 同时呢 中国佛邪的有些有名望的人 我记得我还担任一个什么秘书长啊 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吧 不过是开会的时候就做个样子啊 发表一下意见啊 什么拍拍掌啊 点点头啊 他举举手啊就是二一 班辰喇嘛的京师加雅仁波切 担任组长 在他语言计后 扎实伦布斯助持 恰扎仁波切 成为巡访小组的第一把手 显然在中国官方眼中 他是一位政治过硬的僧人 阿加仁波切清楚地记得 1991年他代表青海出席中国政府纪念统治西藏四十周年庆典时发生的这样一件事 中央代表团团长是李贴英 那么李贴英为首的就很多人在台上在那个地方就举行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就有这个两个儿童手拿鲜花上去给这个中央团团长鲜花嘛 这个鲜花花以后呢 李贴英就很这个神奇的 他把这个花呀一拿了以后呢就往下扔 当时我在我也不是在前派 我是可能在三派四派这个左右吧 这样能看到前派的这个恰扎仁波切 就在这个前派第一派里头的稍微靠边一点地方 那么这个花就扔给他了 那么他当时拿到花的时候呢 这个就全场就开始鼓掌 当天阿家仁波切在另外一个场合又碰到了李贴英 李贴英握着他的手这样说 这次这个转世灵团问题啊 请你要配合 请你要配合 千万不能这里头跟中央也要不能就是说 常那个对台 这样 这个你也看到 这个就是说一种神的这个感应啊什么 反正是一种加持力吧 我的这个花也就是神不由己的就是说 扔到这个恰恰仁波去那儿去了 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 也必须要配合中央的这个说法 叫恰扎仁波切来这个主持这个情况 你们不要去参与 中国官方没有料到的是 随着巡访进程的推进 恰扎仁波切的反骨越发显露出来 抗命的原因是 双方在谁拥有认定转世的最后决策权上 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清楚 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班禅大使的这个灵童啊 最后的选定是中国政府要定 因为这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北京的态度很明确 班禅喇嘛的转世认定 必须遵循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 承认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 可是在恰扎仁波切看来 既然是遵循历史定制 无疑只有丧人的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才有最后决策权 英国记者伊沙贝尔·谢尔顿 在寻访班禅喇嘛中记述道 恰扎仁波切在会上说 如果不能由达赖喇嘛来认定转世 他本人将辞去寻访小组的职务 让中方自己去处理这件事 北京和达赖喇嘛 究竟谁拥有转世灵童的决定权 什么才是转世认定的历史定制 从公元13世纪转世制度创立以来 转世始终是藏人内部的事物 各教派也逐步形成了一些既定的宗教仪轨 有时候这是前一辈喇嘛 就写下来的我下一辈是在哪里出生的 是什么样的人 有些要去看神湖 拉萨不是有个拉姆拉错嘛 那个会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现象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些主持的其他的一些高声达的 我们叫做弟子和师父师弟关系的 这种传承师父来定等等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四百多年 直到公元18世纪初 崛起的满清王朝渴望将势力扩展到西藏 而四十的西藏内部群雄割据 外族虎视眈眈 也急需大清帝国的保护 从1720年起满清朝廷几次派兵 帮助西藏赶走外族入侵 并借由出兵的余威 开始在西藏驻军并设立驻葬大臣 至此千百年来 一世独立的西藏在事实上 被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 此后特别是在乾隆年间 身为保护者的清政府 加强了对西藏各项事务的控制 其中包括喇嘛转世事务 成为控制者和统治者 不难看出中央政府的介入 并非出现在转世制度的源头 历史定制本就无从谈起 更重要的是 中央政府介入喇嘛转世事务 代表的是一个被伤害的 弱小民族一段屈辱无奈的历史 公元二十世纪末 一个声称解放了西藏百万农奴的 强大政权 同样想要左右这个民族的信仰 在这场政治与信仰的较量中 恰扎任波切选择了后者 他开始派信使从西藏到印度 暗中和达赖喇嘛联络 他发誓一定要找到真正的班禅喇嘛 哪怕为此搭赏自己的性命 有一个和恰扎任波切关系密切的人 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是一位流亡藏人 他回西藏 他们两个有机会见面 他烧信给我呢 告诉我他们在做什么 1993年2月20日 恰扎任波切在写给达赖喇嘛的密信中说 我们现在处在别人的强行控制下 如何联系情与指示 1993年8月 他又写信说 望昭市班禅灵童的特征 父母方向等等 根据中国官方文件 这一来一往的书信 共计近30封 另一方面 北京也在通过自己的渠道 和达赖喇嘛取得联络 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珠说 1994年他在北京期间 班禅喇嘛寻访小组的代表来看他 请他转交给达赖喇嘛的礼物 以及恰扎任波切的一封信 达赖喇嘛认为 这是北京释放的友好信号 随请加勒顿珠传递信息 邀请恰扎任波切来印度 商讨寻访事宜 这封信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转交中方 但从此石沉大海 1994年7月 江泽民在北京主持召开 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成为 汉藏关系的一个重大关节点 一切和解的希望 从此化为泡影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面 他基本上就已经把达赖喇嘛 等为敌人了 据我所采访到的 参加过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人 告诉我的情况 实际上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里面 背后所制定的一个政策 就是决定就不让达赖来回来了 所谓的让他死在国外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以及内地的情况下 你就会发现 从1994年 对于反映在班辰大师 转世灵同寻访这件事情上面 政策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一个乾隆年间的金平 被郑重其事地翻了出来 这个主张摒弃一切封建皇权的政党说 转世灵同的选定 必须经过金平撤迁 再一次 北京想用满清朝廷要武扬威后 强加给藏人的这个宗教仪式 来为自己背书 1791年 骁勇善战的库尔喀人 入侵西藏 藏人向大清国求助 乾隆皇帝派兵击退后 趁机于1793年 在西藏颁布了29条法令 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 对西藏事务的控制 钦定藏内善后章成29条第一条 大皇帝为求皇教得到兴隆 特赐以金平 今后遇到寻认灵同时 邀及四大护法 将灵同的名字及出生年月 用满 汉 藏 三种文字 写于签牌上 放进坪内 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 祈祷七日 然后 由糊涂刻图和铸藏大臣 在大昭寺世家佛像前 正式撤签认定 清朝政府看到我们西藏有个习惯 就是藏区的那个赞巴嘛 就是用赞巴做的那个面球啊 放到一个碗里头 这样摇出来嘛 那么这个呢 砍到这个以后呢 就说这个达赖喇嘛 和班禅喇嘛 就是要比那个摇珍贵 要精品抽钱 就一般的一个碗里头 放出来 这个不好 就是放到那个精品里头去抽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 转世灵童认定方式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 朝廷驻葬大臣 因此享有与藏人同等的 认定转世灵童的最高决策权 外来势力已经有权 干预藏人宗教中 最高的核心事物 中国西藏问题学者王立雄认为 那时的西藏 尽管表面上 对中国做出臣服的姿态 但是这种臣服 仅仅停留在名义上 事实上 在历任班禅喇嘛的临选中 只有第八式班禅喇嘛 和第九式班禅喇嘛 是由金平撤迁选出的 十九世纪末 随着清朝自身的衰落 其对西藏的控制 也日渐时危 到了中华民国时期 第十世班禅喇嘛 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 都没有经过金平撤迁 当时的开家政府 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要避免金平撤迁 因为他们真心实义的是 不接受这个 因为他这个不是 藏传佛教本身的东西 他是一个政权 政治上给强加于他们的 即便是在1949年后 中共在之前的喇嘛 转世任命中 也从来没有提及过 这个象征封建皇权的金平 比如1992年 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 共同认可的 第十七世 喇嘛巴喇嘛 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版图里出生的 被寻找的 而被决定了 那时候有一个大典礼 有这个作传典礼 是举行于他的喇嘛庙 政府和党就派了代表人 关于这个金平之前 一句话都没有说了 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 巡访进城突然加速 巡访小组先后确定了 二十多名男童 作为零童候选人 当年十二月底 恰扎人波切派人秘密 前往印度达兰萨拉 将这些男童的照片和资料 交给达赖喇嘛 接下来和历代达赖喇嘛一样 他必须对这些男童进行验证 这些呢都是传承下来的方式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印证 比如观梦 或是观察宿油灯的颜色 和燃烧的时长 再加上打坐 意念 感受 不是只凭借 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互依存 而不是独立存在的 打坐 诵经 打挂 我一生中一直在做这种修行 五十年来 我人生中所有的重大事件 都是这样做出决定的 所以我相信这些 根据我的验证 根顿雀吉尼玛 看来是最好的一个 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回忆说 当他注视这个男孩的照片时 一股暖意涌上他的心头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经过反复验证 达赖喇嘛认定 这个名叫根顿雀吉尼玛的六岁男童 正是他们寻找了近六年的 第十一世 班产喇嘛 二月六日 达赖喇嘛派人跨越喜马拉雅山 将认定书 秘密交到 恰扎人波切手上 三月 恰扎人波切赶赴北京 他希望能够说服当局 灵同人选已经确定 无需进行金平撤迁 可是 北京的态度异常强硬 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热地回忆说 三月六日到十八日 我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指示 连续找洽喇谈话 要求他拥护中央决定 三月二十六日 时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 李瑞环宣布 必须实行金平撤迁 在达兰萨拉一方看来 恰扎人波切 自从去了北京以后 就仿佛突然从人间消失了 这令人揪心的沉默 意味着什么 北京是否知道了 那个男孩的姓名 会不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 几个月来 这些念头 萦绕在达赖喇嘛的心中 1995年5月14日 达赖喇嘛在请示神域后决定 要在这天向世人公布 跟蹲雀吉尼环的名字 我再次通过一些神秘的方法来验证 你决定是否应该宣布 结果是宣布 所以我就宣布了 就是这样 中国政府我看来非常生气 碰巧就在5月14日这天 恰扎人波切结束了在北京的斡旋 启程返回扎石伦布寺 对于达兰萨拉所发生的一切 他毫不知情 可是在中方看来 这太像是一个精心编制的阴谋 阿家人波切 也在自传逆风顺水中写道 听到这个消息 中央统战部的官员们急了 哎呀 这个恰扎是怎么搞的 屁股一离开北京就变卦了 正在成都等待转机的恰扎人波切 立即被逮捕并软禁起来 北京决定夺回事态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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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初阿家人波切和多名宗教界人士 被紧急召集到北京开会 藏区各省委第一书记也被点名参加 地点是北京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保安工作历来十分严密 这一次更是非比寻常 开会前宗教界人士 被中国官员找去一对一谈话 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德珠 向阿家人波切透露了会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彻底地批判这个 阿家人波切 他因为背叛了这个政府 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废除达赖喇嘛认定的这个灵童 第三个是要统一这个金瓶抽签了 阿家人波切提出异议 要求释放恰扎人波切 并且让达赖喇嘛选中的男童 一道参加金瓶撤签 他说阿家副主席 你这个提这两个问题啊 他说我可以理解 他说你是从这个清海来的 你不知道这个里头的这些内幕 他说这两个问题是原则的问题啊 他说这两个你绝对不能提 如果你再提这两个问题的话 那你的自己的人身上也会受到危险 回到宾馆后 清海省委书记尹克生又找他谈话 他人很直上的一个人 他就拍拍我的锦胖啊这样 他说你这次你去中央统长部说什么话了 你有很多的意见 据说是那个李德祝部长给我亲自打电话说 要做好你的工作啊 明天开会的时候绝对你不能说这些话啊 他就给我压底线 他说你给我有面子啊 你给我面子 所以我就说啊 那当然你也有难处 那当然中央这么说了 我也不敢在会上乱说嘛 对不对 1995年11月 班禅转世灵童巡访小组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李瑞环在会上发言 谴责打来喇嘛 不断破坏和干扰巡访进程 并再次强调必须实行金平撤迁 会议的气氛也是比较紧张 他故意的就是每个省的书记和这个自己省的那个人不切对面 那么我的后面是中央统战部 那个清海省统战部的部长 每个省的那个部长就坐在后面 就好像是感觉到我们说话中间出问题的时候 他从后面要把你团一下 或者是说要停扣住扣这里的感觉 那么前面是那个镜头对着你 要表态 那么这种气氛下 那当然谁也不敢说步子了 因为和政府保持了统一口径 阿加仁波谢还得到了官方的奖励 我记不得了 给了两万块钱 那还是多少钱 这个都有这个经济上的一些代约就是奖商吧 清海省还给我送了一个彩电 彩色电视器 我回来的时候 一直是送到我们家里就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 最早向当局建议寻访班禅喇嘛 转世灵童的阿佩阿望静美 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1998年4月4日 香港南华早报刊登了记者白克尔的 阿佩阿望静美访谈录 其中写道 内部消息说 阿佩阿望静美试图阻止北京 在认定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时 使用金瓶撤迁 据悉他查阅政府档案 想证明中央政府 在之前的班禅转世中 并未使用金瓶 也没有参与十世班禅喇嘛的甄选 京西宾馆会议后不到一个月 阿佩任波切等一众人被专机送到拉萨 拉萨的那个机场啊 武警啊就机场里头满满的 就大家都带着那个墙啊 而且带着那个钢柜啊 就好像是很紧张的那个气氛 大家都说这个怎么啦 到那个宾馆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吧 这个路上一直有军队 有个俗话嘛 就是十步一个港 五步一个兵什么的 就是这样 甚至有些地方是有那个碉坡啊 里头有几枪之类的 西藏宾馆里也是戒备森严 当晚即召开紧急会议 有点那个毛骨森严那种感觉啊 就是说今天明天什么时候 可能要举行金瓶筹签 在拉萨的大招寺 那么这个金瓶筹签呢 这个我们安排的非常好 如果说这个金瓶筹签里头 达赖集团和国外的敌对手里 来破坏的话 我们会坚决的会就是说消灭 同时你们如果说有人 可能会暂不闻离场 要参与这些的话 那也一概就是说不客气 那天晚上阿家仁波切合一而卧 不敢熟睡生怕会被随时叫起 果然半夜两点多命令来了 全体出发去大招寺参加金瓶撤签 大招寺里头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已经击中了 大概有个两三百人三四百人吧 我不知道多少人 反正坐得满满的那个地方 在宋敬 那么也有僧人也有俗人 他们都有穿着 有些是穿着那个节日的那些服装啊 那么往是在这个大招寺里头的那些 看灯师啊 那些都看不见 那么都是一些新的僧人啊 什么也不认识的 大招寺里头有很多的那个小的佛堂啊 一些小的那个拐弯啊 转弯的地方嘛 那些地方都有很多的变异 在那边站着 主席台上就坐的是 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罗干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 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 他们面前摆放的那个乾隆年间的金瓶 金瓶筹前什么概念我一直都没有 我们就坐在自己座位上看 三个人的名字也打赢在那个纸条上 本来是由那个丹勒喇嘛 宣布的那个吧 那个已经废除嘛 废除以后只有两个 再加了一个 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 反正是三个人的名字啦 名签书写正确 封闭完毕 金瓶里头其实有一个小查备式的东西 三个签条就放到那个查备里头啦 就是叫伯明仁布吉巴去抽 他就抽出来一个 西藏自治区的那个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就宣布 中间的五岁男孩叫奸赞诺布 发音和江村罗布相同 江村罗布选出了另一个江村罗布 这在藏人中传为笑谈 南通的父母大喜过望 在旁人的提示下才没有失态 不知是不是巧合 他们二人都是共产党员 回到宾馆后 阿家仁布切在电视上看到了关于金瓶撤欠的报道 就那个时候看到 这个三个签条里头 一个签条就好像是稍微长一点 稍微长一点 他就故意把那个抽出来了 我们大家都面面相续 就看完以后呢 就说为什么这个长一点 谜底在从拉萨回北京的专机上解开了 李天英的专机上 他们都非常开心 口口声声说 这一次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德的事 就是说可以轻时留名了 那这个时候叶晓雯就开始谈话了 他说金瓶撤欠你看到没有 那个三个签条里头有一条 稍微长一点你看到没有 他说你看我们故意的把那个 有一条弄长一点 那一条里头啊 我们放了一点棉花 他开始说这个的时候 我就开始我的全身就有点麻的那个感觉 我感觉到就好像是我自己说了什么谎话似的 我感觉到我就全身就发骂发斗 我就很害怕那种感觉 当时我就不敢相信为什么 我也不敢相信他们要做这样的手脚 而且也不敢说这个情况 金瓶撤欠上的舞弊成为压倒阿嘉仁波切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信仰与政治间挣扎多年的他 在1997年底秘密出逃 远走美国 他终于呼吸勇气 讲出事情的真相 我想这个应该说出来 为什么呢 一个政府 像中国 正在走向一个比较正规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 正规的这样的一个轨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应该要去公正的去做一件事 这些事应该不能再出现 所以我想说 金瓶撤欠一个星期后 奸赞诺布在戒备森严的扎实伦布寺举行了座窗典礼 随后他被送到北京 受到江泽民的接见 他没有按计划返回西藏 而是被永久地安顿在北京怀柔的一幢豪华别墅中 别墅的前主人是因为贪污罪被免职的 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反对金瓶撤欠的恰扎人拨切 1997年 被西藏日喀泽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罪名是同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并泄露国家机密 2002年刑满后下落不明 根敦雀吉尼玛 这个流亡藏人和国际组织所称的 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始终不知所踪 中国官员说 他和其他西藏孩子一样快乐满足地成长着 外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探视要求一再被拒 中国政府回应说 他们一家人不想被打扰 这个地方是过马营 我在藏区旅行 他有去了三个省 二十多个县 每个县我都去过一些寺院 塔尔寺了 拉布林寺了这样的大寺院 还有去过一些没有游客的小的寺院 我大概走了一半左右的时候 突然间注意到 这些寺院里面基本上全有 十四班禅喇嘛的照片 但是没有十一四班禅喇嘛的照片 一个都没有 接下来我就开始一个一个一个的寺院 就专门注意这一点 发现一个都没有 它这个缺失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8号庆祝班禅俄尔德尼雀吉洁布 坐床20周年庆典 在西藏扎氏伦布寺举行 我以前去了西藏 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有时候我说了 关于这个中国当初 我确定的那个班禅喇嘛 我说了这是班禅喇嘛吗 只有两个回答方法 一个是不是 是中国班禅 第二个是 我不能说 他们不批准我说 除了那之外没有人说了 哦对就是班禅喇嘛 没有这样的说法 2015年4月25日 这一天是根敦雀吉尼玛 26岁生日 她的容颜在人们心中 却永远停住在6岁时的模样 没有人知道 已经长大成人的她 如今相貌如何 又或者是不是还在世间 未来的他们要做同样的 他们要确定了自己的达来喇嘛 下意识达来喇嘛 中共想要借十四班禅喇嘛的 转世灵通 来形成一个先例 整个的灵通过程 是由我们来选的 下意识的达来喇嘛 也是我们来选的 这就是所谓的宗教主导权 就由我们来控制 控制藏传佛教的主导权 从50年代开始 一次一次一次的 一直在做 但是始终都没有真正的成功 达来喇嘛本人近年来 多次公开表示 未来是否还有第15世达来喇嘛 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 如果藏人认为不再需要 他可能成为最后一任达来喇嘛 这番言论激怒了中国政府 他们再度指责他背叛藏传佛教 并多次警告说 达来喇嘛必须转世 并且要依照中国政府定的方式来转世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认为 如果中共官员如此热衷轮回转世 他们为何不先去找找毛泽东 邓小平的转世 这远非是寻找一两个藏人孩童的故事 它承载着六百万藏人的过去 今天和未来 这个故事还在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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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由于参加会议的各级官员有七千余人 因此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在会上指出 大跃进的十五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认为 刘少奇向自己的领导权威提出了挑战 因而十分不满 因此七千人大会被认为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分裂的重要分水力 当时毛泽东被迫承认 我们有时也是违心主义的 例如食堂没有调查 没有听取群众的 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 我负主要责任 彭德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1959年7月14日 在庐山会议期间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 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狂热信提出批评 当然 彭德怀的这封信并没有少唱赞歌 他说 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 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 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 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然而 毛泽东对彭德怀提出的温和批评大为不满 1959年8月2日 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计八中全会 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 想破坏总路线 右倾机会主义再向着党 向着党的领导机关 猖皇进攻 向着人民事业 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周恩来和明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完全是支持 对啊 毛泽东在 在七千人大会上 周恩来说 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 个别情况是我们供给的材料情况有问题 不能叫毛主席负责 过去几年是浮肿 幸亏主席纠正的早 否则灾的跟头更大 要中风 主席早发现问题 早有准备 是我们犯错误 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 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 加强集中统一 听烧工的话 听中央的话 中央听毛主席的话 四川 安徽 河南 湖南和山东 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 然而这些省份当时的省委书记 基本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置 地委书记以下的有关官员 很多也没有被追究责任 没人负责 没人负责 当然就是毛泽东是主要领导者 而他自己成为始作勇者 他应该负责任 但事情也不是他个人的 其他人都符合他 都同意他 没人公开地反对他 是集体领导的 在这个问题觉得是集体负责任 毛泽东责任更大 中国农村饿死了几千万人 对此中共中央高层都知道 可是毛泽东是不在乎的 在1961年9月 卢山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曾经说过 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有什么了不得 人哪能不犯错误 人不犯错误 天诛地灭 他后来还对他的侄子 毛远兴这样说过 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记招 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 解密时刻 大饥荒 谁知过 完整版 早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